强调世界和台湾站在一起 反对中国武力恫吓威胁 瑞典国会议员访团来台 再度传达民主国家交流的重要性 两岸紧张情势升温 瑞典总理五月曾在论坛中 重申台海和兵稳定重要性 就怕影响阔及欧洲 也表达叛与台湾强化关系 除了加强经贸往来 瑞典议员甚至支持瑞典政府 军售台湾 因赛总统说要强化 公益链安全与国际接轨合作 也是未来交流重点 包括在台北设立瑞典之家 台湾和瑞典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透过深化互动 持续让台湾站上国际舞台 三连新闻黄业节 陈美如台北采访报道